牙签当杠铃,此外当跑步机,分分钟锻炼成肌肉猛赢 不仅手刃当地土豪,甚至还成功赢得美人归 但温柔说,这个苍在几天前还是个人类,你信吗 这个小伙子叫纳尼,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她,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可就这样一个裤兜比脸还干净的小伙,竟然和当地的大土豪成为了情敌 不过也难怪,大美丽可是十里八村最美的姑娘 不仅漂亮,而且心善,常年专注慈善,这样的姑娘谁不喜欢 不过要说这姑娘,还要说大土豪套路最深 人家可是声称没有她拿不下的姑娘,身手直接就是一百五十万 吃饭鲜花的真是一个不辣,就连说话那也是给人聊的不要不要的 反观纳尼呢,没车,没钱,又没房 唯一的一点就是死缠乱打,做了两年的狗皮膏药 可算是在大美丽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人家上班她跟着,人家下班她送着 虽然大美丽和土豪约会,纳尼也不忘在旁边搔手弄姿 搞了整个约会,大美丽就注意她了 土豪反而成了背景 你说就是土豪能干吗?我花钱你泡妞儿,那绝对不能够 大土豪对纳尼是恨得牙根痒痒 眼看着纳尼马上就要把大美丽追到手了 直接出手绑架了纳尼 然后光着脚生生给纳尼送上了黄泉 这一下土豪的追其路是没有啥阻碍了 那还不直接把大美丽收入怀中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只苍蝇破壳而出 没错,这只苍蝇正是纳尼,纳尼也就纳了闷了 人的仇生都是高富帅,她咋就成了苍蝇呢 你说她现在那么一小只,那还不是谁都能搞死她 好不容易脱险了,马尼就看到了自己的仇人 这还能忍,她叙事待发,山东翅膀 一头撞向土豪 这点攻击,简直就是给土豪能痒痒 没有一点杀伤力 可土豪不仅利用安慰大美的机会吃豆腐 还假攻祭司,准备单独带大美出差 你说孤男寡女,一大土豪的尿性 不发生点啥肯定是不可能 马尼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打不过就算了,那女人还能叫她给抢了 马尼实在是不服,于是摩拳擦掌 本着打不过你就个人死你的原则 对着大土豪就是一顿骚扰 搞得土豪是精神崩溃 一晚上光顾着打苍蝇了 结果显而一见,土豪第二天果然是期望了 赶紧开车赶去机场 但马尼怎么可能让她得逞 直接冲向大土豪的眼睛 大土豪就这样翻车了 经历了这件事 虽说土豪伤得不重 但怕是产生心理阴影了 只是到哪都带着一瓶杀虫剂 而这边搬回一城的哪尼 回到了大美丽的身边 然而大美丽却因为思念哪尼不停的哭泣 那眼泪真是花花往下掉 哪尼看着心疼直接飞上桌子 用眼泪写字告诉了大美她的身份 大美真是不敢相信 眼前的苍蝇竟然就是哪尼 哪尼飞向一旁的报纸 告诉大美丽 杀死她的人其实就是土豪 一人一赢决定一起复仇 大美丽动手为哪尼更新了装备 哪尼也开始加强断练 分分钟给自己锻炼成了猛男苍蝇 感人合力将土豪家里搞得鸡犬不宁 不仅给人家卧室点了 还差点磨了土豪的脖子 没过多久 哪尼在土豪家里发现了一个火炮模型 这下哪尼绝对有信心一起搞死土豪了 大美丽负责制作火药 哪尼负责将火药运送到火泊桶里 但计划还没实施完就出了状况 你说哪尼这么一折腾 还不搞得土豪神经兮兮的 立风玻璃按保装置全都整上了 这下土豪家里真是一直藏样都飞不进去了 但要说现在能让土豪放松警惕的 应该只有大美丽了 于是哪尼决定和大美丽来个理应外合 先让大美丽进入土豪家里 再趁机在窗户上开个小缝 哪尼并又可以自由出入了 这次哪尼不仅挠得土豪直冒险 甚至还搞黄了公司2000亿的投资 气得土豪直接找来了巫师做法 巫师掐指一算 这苍蝇就是哪尼 立刻不正要收了哪尼 但没想到他是毫发无上 反而是把土豪差点烧死了 但经过这一闹 土豪要是再没反应过来有内鬼 那这个霸道总裁也是不用当了 他马上调取监控 立马发现内鬼正是大美丽 一揽子复仇计划开始了 要说土豪也是个心机不矮 他并没有直接表明 而是先将大美丽诱骗到自己家 威胁哪尼主动先伸到土豪脚下 哪尼不忍心让心爱的人受苦 只能按照土豪的要求乖乖就范 土豪见哪尼就位一马脱掉鞋子 视角准备打死哪尼 谁知哪尼早有准备 直接端起一根针刺穿了土豪的脚 气得土豪直接端起枪就是一顿扫射 眼看土豪就要杀疯了 哪尼直接捡起一根针准备刺向土豪 那土豪怎么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呢 他直接拿出锡盘 将哪尼和针紧紧的禁锢住 然后当着大美丽的面切断了哪尼的翅膀 随即将针刺穿了哪尼的身体 做事要烧死哪尼 不过恰巧此时 哪尼看见之前发现的火炮筒 正着好好对准了土豪 里面的火药也在打斗中恰好撒在了桌面上 自己的命怕是不保了 但哪尼决定在临死前解决掉土豪 保护大美丽 他立马将火药粉滚满全身 飞向火柴纵身一跃冲向了火药筒 里面的子弹瞬间穿过土豪的身体 打中了煤气罐 整个房子炸了 哪尼终于是大仇得报 你是不是以为苍蝇哪尼也领了河发 那你就错了 他又一次重生了 不过这次还是苍蝇 重生后的哪尼顶着个狂拽酷炫的发型 再次守护在大美丽的身边 惩治那些骚扰大美丽的人 电影叫功夫小鹰 重生复仇的故事我看了不少 但重生成为苍蝇呢 我倒是第一次见 科幻人又夹杂着一点无厘头 非常有趣 不过我本以为这虽然是个印度电影 可主角是个苍蝇 应该就没有歌舞的部分了 但是我着实没想到 苍蝇也能一样跳舞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来 我是王八